帶著小型壁頓 兩人一組來回巡邏 新北捷運九號起增加見景率 下面的壁頓會放在包包裡面 保護乘客安全 裝備戴好戴滿 分班次每日加強站體和巡車巡邏 地點包含環狀縣淡海及安坑輕軌 新北捷運公司和警方都不敢大意 就是因為才發生遲刀傷人事件 乘客安全的行為 特別任何犯罪行為 我們絕不容忍 接警率提升場面同樣出現在北捷 除此之外 也會調整保全隨車作業 和更新車站的列車指標 監獄上岸平傳北捷近期也貼出新的告示 除了過去有的禁止飲食和禁止吸煙之外 可以看到這邊有淨帶危險物品 最重可罰一百萬元 有點緊張 但就還是要做 但進到車廂裡面觀察 多數乘客的手和眼睛 都不脫離3C產品 這類行為恐怕就會對周遭環境降低戒心 可能會把降噪關掉 就是聽到外面的聲音 面對陌生環境 眼觀四處 耳聽八方 對周遭的突發狀況 才能夠有所提防 TVBS新聞李宗澤 台北採訪報導 天超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